在这里面是背叛者 综艺节目主持人站一排 中间空出这么大空间 却一个人影都没看到 网友搜出原始影片长这样 李晨汉女星中间 明明还站了一个人 手拿黑色包包非常明显 却活生生被后制团队劈掉 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且不论正面侧面 一个影子都不留 泰国片把蔡西坤劈掉了 看着明明空出了一个人的位置 连痕迹都没有 雪上竞赛大家出场 中间又多了一个大空隙 粉丝公布现场画面 原来蔡徐坤又再次被消失 网友惊呼制作团队 批图技术太强 但被眼尖网友发现 还是露出麻叫 成员兴奋跳舞旁边 疑似蔡徐坤的脚竟忘记批掉 一双黑色鞋子就出现在 椅子旁地板上 不仔细看还真的有点难发现 网友笑称摆密一书 还是露出麻叫 但也有网友认为 可能是别人脱下的鞋子 而非蔡徐坤的脚 前前有后制团队传出 在网路上大骂 打马赛克打到疯掉 我就是跑男的后期 您说话是吧 把网到前面都说播不了 大陆顶流偶像蔡徐坤 日前爆出与女子一夜情 女方怀孕遭逼堕胎 参与的综艺奔跑吧 受到波及连续两周停播 十四号终于播出 蔡徐坤画面被删得一干二净 仿佛根本不存在 观众因好奇 节目组会如何处理 因此意外标出超高收视率 创下本季新高 网友笑称节目后制团队 应该开班授课 传授一下超强的 批图消失数 记得综合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 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 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 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